我讲到汉堡 很多人很喜欢吃汉堡 尤其是美式汉堡 美国的汉堡真的很好吃 但是呢 如果说吃一份好吃的汉堡 你愿意花多少钱呢 你愿意掏出2200块钱吗 我们要告诉你 全台湾最贵的汉堡 真的就是这么贵 里面加了牛肉 松露还有鸭肝 但是这样真的有人买吗 业者说可是平均一天 可以卖出15份 160盎司和牛腹绞肉 高温相间 70公克顶级压干这么大一块 放进烤箱烘烤8分钟 看意大利起司慢慢融化 眼前这一盘可是全台湾 最贵的一份汉堡 看看铺面和牛肉 压干外加松露 全部都是顶级食材 一份要卖2200台币 一口就是300多块 它的松露入口即化 超好吃的 做的也其实很像西餐 像我们刚刚都用刀叉 在吃这个汉堡 吃汉堡还得用刀叉 印象中的平价素食 变成顶级餐饮 台湾餐饮市场 每年创造超过3000亿的产值 而顶级的餐饮 虽然只是小众 不过创造出来的利润 却是相当的惊人 就拿着最贵汉堡来说 推出短短15天 已经赚进49万 看重台湾顶级消费实力 四年前国内旧有饭店 推出高档汉堡 一克1800 和素食店区隔市场 价格甚至是早餐店的55倍 我们之前是没有预估到 这样的消费 这样的惊人 台湾金字塔阶级消费潜力 连业者也吃惊 端出最贵汉堡奢华享受 满足消费者的味蕾 也让业者赚进大把钞票 中天新闻 这很总犯新于台北 参谋到